天杰理事长蔡陈薇中 新北市长朱立伦 左二天杰提供分享 2018万金时马拉松将于明年3月18日登场 天杰理事长蔡陈薇今天代表国际田径总会 颁发银标签证书于新北市长朱立伦 并号召更多跑者一起加入这场全台唯一的银标签赛事 马拉松近年已是全民休闲运动 不过万金时马拉松则是全台唯一获得国际田径总会 AIF认定的银标签路跑赛事 而国际总会依照主办单位举办的赛事品质决定标签成色 出墙只规定须有国外男女各6名精英选手 就连能否列为精英选手 过去的成绩也有一定规范 为给选手安全比赛环境 AIF也要求赛道需全程封路全面浇管 明年比赛每一五公里就有救护人员佩戴LED 且在终点设置高级心脏救命术设备以及专科医师提供好友更安心的环境 为确保参赛选手成绩正确 一共需设置10个即时晶片站 除此全程电视实况转播 媒体中心及禁药检查等都是审查要项 朱立伦表示 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或国际填总银标签认证 感谢中华填写及市府团队的努力 赛事通过严格的银标签审查 不只是工作同仁参赛选手的荣耀 更是台湾新北市民尤其是万里金山石门地区居民 大家共同的骄傲 因为大家其力付出 不为风雨参与赛事或赢标签认证的同时 写下台湾提弹心理程碑 也使新北市体育发展向国际化卖一大步 明年的万金石马拉松除有赢标签加持 也将扩大举办马拉松博览会 此外主会场也规划将加入电音元素 希望让参赛民众能有完全不同以往的参赛体验 中央社新北26日电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接受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理事长蔡成为代表国际田总EAF 颁发全台唯一或EAF应标认证的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 欢迎大家明年3月18日一起参加这项赛事 日前国际田径总会AAF官网正式公布2018星 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升级为赢标签路跑赛事 朱立伦表示万金石马拉松或国际田总赢标签认证 不只是工作同仁参赛选手的荣耀更是台湾新北市民 尤其是万里 金山石门居民大家共同的骄傲 蔡成为表示国际田总路跑标签认证主要是表彰世界各地优秀马拉松赛事 赛事品质保证因标签审查比起同标签严格许多也非常注重参赛选手安全 因此赛道必须全程封路全面交管且补给站 水站及医护站等物资都有一定的规范 他表示今年赛道上梅二 五公里设置医护站与紧急救护人员明年将改为梅一 五公里就有救护人员佩戴LED 且在终点设置高级心脏救命术设备 以及专科医师提供好友更安心的环境 朱立伦说为确保参赛选手成绩正确 一共需设置10个即时晶片站 除此全程电视live转播 媒体中心及禁药检查等都是审查要项 新北市政府体育处表示 2018万金石马拉松明年3月18日登场 将扩大举办马拉松博览会 邀请更多国外国内优秀精英选手参与 电视实况转播也达跨越五大洲二十国的金标签水准 预祝大家顺利获台湾首张AV标签完再证明